您好 这次我们讲一下排尿功能障碍的神经分解 主要基于什么 基于膀胱反射 或者叫做排尿这样一个反射来进行威胁 所以首先我们还需要把排尿反射的神经通路 神经学的调控机制高清 这是膀胱 当膀胱里面尿液超过300以上 这时候膀胱的压力会骤增化 这是压力 这是容量 骤增 膀胱里面的这种千张感受器会感知到这种千张 它通过盆内脏传入神经 也就是这个蓝色的 到底随 到底随 这是贝根神经节 周围图和中处 接着往上通过柏树歇数 将这种本体感觉传入到对此 到达中央 哪个位置啊 旁中央 它可以整合形成尿液 我要上厕所 有这种尿液 那当然了 当然了 旁中央小液是形成尿液最主要的神经部位 但周围的这些神经细胞也参与尿液的形成 那么形成尿液以后如果条件允许 刚好看到有厕所 如果不允许的话 是另外一个 我们先说允许 条件如果允许 上厕所 这时候什么 兴奋 你看传出 兴奋 盆内脏传出什么 也就是这个地方 地从这个地方 地随这 传出 传出 主要是哪个 是这个腹胶感神经 我一会儿看这个 所以在 脊随 脊随 灰质的侧 侧脚 副胶感神经 接着是膀胱里面的 膀胱里面的 逼尿基 收缩 一收缩 变形 那么内阔跃液 这个地方有一个内阔跃 内阔跃液 开放 尿液排除 尿液排除 那同时呢 这个 这个 尿液形成以后 往下走 还使得抑制 这个 抑制 底随的前脚神经 那么它主要是 阴部神经 抑制它 使得 尿道 外阔跃液 这个 开放 还抑制 什么 还抑制 这个 胸腰 嘴这个地方的 胶感神经 胶感神经 因为胶感神经 它也支配 膀胖里面的 逼尿急 和内阔 和抑制 股胶感神经 刚好相同 所以 这个 尿液形成以后 下行的神经 通路 最终的 这个 这个结果是 抑浇灌神经 兴讯 阴部 神经 躯体运动神经 受到疫情 胸腰随的 胶感神经 也受到疫情 接着 还能排 这是 大致我们讲的 这个通路 那么其实还要 具体再讲 因为仅仅了解 这些 这是不够的 接下来我们分析 大家肯定搞不清楚 就这已经 对于 有些老师来讲 已经有挑战 但是你先把 刚才我讲的 这个通路 第一个 第二个 那么真正人体 诸书 它对于 膀胱 对于膀胱 神经的 作用是什么 对于底随 这个地方 是什么 它既有兴奋 也有意志 它本身对于 这个地方的神经 忠书 对外众 全部都是 有兴奋 但是有一个 是主要的 有一个是主要的 那么 忠书 它对于 我们就说 副交关神经 对于副交关神经 来讲 它整体上 有意志 有兴奋 但整体上 是意志 副交关 所以你会发现 我们正常是 是这个 冰尿肌 冰尿肌 收松 冰尿肌 放松 然后内阔液 收缩 内阔液 收缩 所以它是 它对于 这个外周 对外周这个神经 整体上是 意志 意志的 那所以 所以这是正常 情况 这是正常情况 那么 当如果出现病变以后 那会出现一些 我们先不说 病例 所以我需要大家知道 这是第二个层面 就是刚才那是一个层面 第二层面是 中枢 对于 排尿的外周的神经 整体上来讲 是意志 是意志的 所以 冰尿肌 放松 这个 内阔液肌 内阔液肌 收缩 所以是 不排尿 这样一个状态 那接下来我们就 说 这个通路上 如果某些部位 出现了病变 出现了梗死 出现了出血 那么会造成 排尿反射的 障 我们先讲一个 无意志性的 旁观 那看这个名字 就知道了 正常情况之下 朱书是对 旁观有意志 这种 刚才我刚讲过 那刚讲过 那么没有意志作用 那就说明中枢 主要是哪出现 中枢 双侧的 因为 这个 中央旁 小叶也好 椎体 下行的 这个神经通路也好 都是双侧之类 所以必须 损伤 双侧 才会完全意志 双侧的 旁中央小叶 和下行的 下行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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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脂 抵髓术 还出现了 出现 出血 梗死 等等 那么这 损伤以后 皮脂 朱书 对于 抵髓 正常的 抑制作用 就是 没有 抑制作用 没有 抑制作用 会出现什么样的 情况呢 比如 膀胱里面的 尿液 聚集 聚集 聚集一点点以后 它先传入到地随 传入地随 马上可以形成 小的 这个 因为它没有意志作用 马上就可以形成尿液 接着 排泥 那你说 糖小液 不是 损伤了吗 注意 周围的这些 使用 仍然可以形成 相对模糊的 这个 尿液 但是这个模糊 比后边损伤 还有更模糊的尿液 要清楚 所以 有一点点 这个尿液 它的 膀胱的 这个 这个张力 迅速上 为什么 因为没有意志作用了 这个 这个 只要 有一点点尿液 马上排尿 所以会出现尿频 尿急 但是每次的尿量 非常的少 而且不能控制 不能控制 反而是 膀胱的感觉 排尿的力量 排尿的力量 尿线 还有 这个 这个 残余尿量 这都是正常 为什么 它仅仅是 不对 膀胱进行抑制 反复 一会儿去 上测 一会儿去上测 所以我想说的是什么 如果有一些人 出现了 这个地方损伤 那不对 膀胱进行抑制 就只愿 反复的尿频 尿急 尿量 还减少 而且有时候 不能自己控制 因为它对这个地方 的抑制作用 所以这个时候 你得知道 是 中枢油的力 那我稍微拓展一点 那有一些人 这个地方没有梗子 没有出去 仅仅是中枢的 控制能力下降 这个人也会出现 尿频 那么可能和这个 地方的功能 对下方 对膀胱这里面的意志 中下降 有关 那第二个是 无张力性的膀胱 无张力 那就是膀胱这个地方 张力 下降 就是它 这个 这个主动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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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种激张力 没有了 那么原因 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 往中央传递 形成尿液 最关键的是什么 往中央传递 形成尿液 是后跟 后锁 同时 往上有 薄束和歇束 当薄束和歇束 后跟 后锁 后锁 后锁都是脊髓 脊髓中的一个 一个 这个地方 出现问题以后 往中枢 传递这个 这种 膀胱 千张感的通路 没了 因为没办法到达中枢 没办法到中枢 这时候患者会出现什么 完全没有尿液 因为往上没办法传递 它的原因可能和硬化症 脊髓空洞或者脊髓结合 有关系 那以后往中枢 这样一个 传递尿液的通路 出现了障碍 那么 膀胱的感觉 确实没有 没有这种膀胱 千张感 那么再有 中枢 中枢 往下行的 这个抑制功能 还在 虽然我不能 形成尿液 但是中枢 它这个正常 往外周 走的 这种抑制 因为中枢 对于膀胱 本身有正常的抑制 这个抑制的人还在 你没有尿液 还抑制 所以会出现 尿主流 第一 抑制不形成尿液 第二 中枢还有这种抑制作用 所以它不排尿 因此会出现 膀胱胀满 有时候会可以达到 100 那正常情况之下 膀胱的容积是500 500 所以会出现什么 尿量虽然增加了 但是膀胱的 这个张力 一直没升上去 因为一直 一直在看 膀胱的 这个肌肉 没办法输出 没办法输出 但是这个尿量 越来越来越多 会出现 溢出型的排尿 溢出型排尿 都是多了 最后 自己流出来一体 但是仍然中枢 对这个肌肉 是抑制 那抑制的结果就是 B尿肌不收缩 B尿肌被拉长 这个 这个内阔液肌呢 收缩 又排不出来 就是中枢 抑制的表现 就是 B尿肌不收缩 而 而这个 呃 内阔液肌 内阔液肌收缩 那你想一下 这个球 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所以是 无张力行长 但是这个 无张力行长 是因为什么 是感觉障碍 感觉确实性 不能形成尿液 那么还有一个 无张力行的 膀胱 是运动麻痹 那指的是什么 它可以形成 这个尿液 往上走 往上走 这都没有问题 那么接着传出 在传出的道路上 出现了问题 比如 出现了脊髓 灰之眼 这脊髓灰之眼 脊髓灰之眼 它刚好 损伤的是 脊髓前脚 包括侧脚 这个表现 前脚 和侧脚 那么损伤以后 是什么 损伤以后 造成 支配B尿基的 传出神经 麻痹 那么B尿基 没办法收缩 那B尿基 这个无力 不能将尿液 这个 排干净 排干净 但是它有 因为它传入 基本上是正常 膀胱的感觉 基本上是正常 膀胱这种感觉 基本上是正常 但是传出 出现了 传出出现了 我有这种尿 我要上厕所 但是 它支配的通路 就是下达这个通路 运动通路 很上 所以和感觉型 非常相似 只是说 这个是有尿液 但是 没办法 将这个抑制通路 就是中枢 对于膀胱的抑制 应该放松 放松 接着就是可以排尿 没办法 所以也会出现 异出无形 那么还会出现 反射性的膀胱 反射性膀胱 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 指的是 抵随以上的横贯 损伤 横贯损伤 比如这个地方 卡尸一下 阶段 外伤 或者是中 那么 体随 尤其是抵随 这个地方 失去了中枢的空 失去了中枢的空 那这个时候 只有低级中枢 抵随这个地方 那 弹光 这种反射 反射弧 还存在 低级 但是这种横断损伤 要分成两个节奏来说 第一个 急性急 就是刚损伤以后 抵随会出现 这个修克 修克 包括上面 包括下边 几随修克 修克以后就是 所有的反射 包括排尿反射都消失 那么排尿本身是一个 排尿反射的 通路的正常才能排尿 排尿反射消失了 那么脊随修克期 可能脊髓前有时候 会出现 那么修克期以后 排尿这样一个反射 失去了中枢的控制 那本身是抑制 那它不控制了 那这个时候反射会抗击 反射会非常抗击 间歇性的排尿 那最后会出现 这个尿失际 因为它非常抗击 这个副交关神经 副交关神经 老是兴奋 逼尿机收缩 内阔液机放松 会出现 间歇性的尿失际 间歇性的尿失际 那么结果会出现 结果是 盘光的容量会减少 当然确实没有参与尿量 排尿非常突然 而不可控制 因为也没 不需要形成尿易的 因为行不成了 这个中枢也不对在应益 就是一个低低 中枢的反射 而且反射还是抗击性的 间歇性的 这个尿失际 没有参与尿量 而且排尿非常突然 没办法控制 没办法 中枢 这种下行的控制 那最后 还有一个是什么 还有一个是 自动旁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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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的是 病变得不为在底随着 我们知道 这个最经典的 这个反射 肯定是传入神经 传入到脊髓 脊髓接着传出 脊髓作为一个 低级中枢 这是最基本的 那么当底随 都出现了 当马尾神经 这个地方都随 往脊髓这传递 也不行 就是最经典的 那个反射护酒 那原因可能 是感染外伤肿瘤 或者是蓬出 压迫到马尾神经 所以腰阙盘突出 马尾神经受到压迫 尿失际 其中一个就是 自动的糖 那这个具体 是怎么发挥作用的 是这样的 膀胱失气 脊髓中枢的控制 这不是脾趾者的控制 是脊髓 脊髓者都不控制 膀胱没有任何感觉 又不受运动的控制 但是 膀胱壁内有大量的 什么 壁内神经 壁内神经 它可以做一个 低级低级的中枢 低级低级的中枢 来完成 所谓的 这个反射 但是这个给经典的反射 已经不一样 所以 维持膀胱功能的 主要是膀胱壁内 或者膀胱周围的 人生经 那正常可以使 避尿机 收缩 完成 但是注意 这个排尿 力量 比较 座 需要腹肌 或者手按压 来 帮助排尿 膀胱的张力 比无张力的 比完全无张力的膀胱 张力稍微大一点 膀胱的容积 比无张力的 这个 膀胱的容积 但是要小 残余尿量 比反射性的 膀胱 要多 但是 比无张力的膀胱 残余尿量 要小 这个了解一下 最主要的是 仅仅是 膀胱周围 或者膀胱壁内的 壁内神经节 完成所谓的 排尿板 那这个时候 排尿的力量非常弱 有时候需要腹肌 或者手 压迫 来往 那以上 是我们讲了 膀胱 反射 或者叫做排尿反射 以及 这个反射弧中 这个还包括中枢的意志 通路里面 哪一个地方出现问题 对于膀胱 反射 对于排尿反射的影响 当然我们讲的时候 讲的是有梗死 有肿瘤 或者是有其他因素 完全造成这个病毒 那真正在领导上 有些是没有肿瘤 没有压迫 没有 不血梗 这个患者也表现出来 类似 无张力性的 这个膀胱 或者是反射性的膀胱 或者是尿病尿疾 那么可能和这个通路里面的一个或者多个部位的变性号的异常有可能 那变性号的异常可能和局部的筋膜的张力 尤其是这个张拉整体结构 出现问题 所以有一些在临床上有尿瓶 有尿脊子 你做所有的检查结果出来 那这个时候可能是我们现在医学 我们的影像学检查 没有看到的 但是没有看到 并不带领 没有病 那以上是我们讲的 这个膀胱反射 以及膀胱反射 不同部位损伤以后的临床表现 以及神经的肥瘤 希望对大家 如此